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有有 如果不報警我們都不知道他是 victim 因為他們草草民謂 我們知道他們集中在外人社區 也是晚上做事 主要是餐館 所以他們才能夠保處這些行動 派到便知 under cover 晚上 overnight 去做 所以很成功地抓到這兩個月份 也起訴了他們三十幾號出來的 Midland Finch算不算要重災區 我想主要是唐人的餐館區 其實過去兩年都有這樣的問題 主要是餐館處了大量的現金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和他們做一些講座 告訴他們不要放一張紙出來 簽著 cash only 那些 就是希望他們處理好些的現金 其實彼徒也懂得看的 知道你如果裡面那麼多現金 那就成為一個 target 我們什麼時候每年 都會 Jong人會去做這樣的講座 有明星大陸 我可以去做下班 比較多了 就是讓我討論